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9月3号 然后是Blah Blah Chinese Wonder Girls的第一次播客录制 还有今天应该也是Amber的生日 对不对 生日 Happy Birthday 介绍一下我们 Hello 大家好 但是一点都不默契 然后现在我们给大家表演一下什么是默契 好的 1 2 3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 这个表演就是没有默契 3 2 1 开始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 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Wonder Girls 神奇的女孩 女孩 Amber 介绍一下自己 Hi 大家好 我是小富婆 小富婆 Amber 是可以的 富婆 富就是很有钱 婆就是女生 就是一个很有钱的女生 小富婆 Amber OK 记住了 小富婆 Amber 我是 肩肉 肉肉 肉肉就是 有很多肉 肉 肉肉肉肉肉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兔子 就是蹦蹦跳跳小兔子 你穿着一个兔子是吗 你这么喜欢兔子 因为我属兔 因为你属兔 OK 所以小富你多大 年龄我18 18 比我大一岁 那Amber是17 比我大两岁 所以我是16 你最小 我们有啥共同点吗 都戴眼镜 你戴了个眼镜 都是女的 都很美 都很聪明 都很自信 都很有 都很吃贵 都很有钱 都很有钱 都有头发 都是单身 对 单身 不是单身狗 是单身 是单身贵族 是不是 单身贵族 单身贵族 什么是单身贵族啊 小兔 都是有钱 所有的单身都有钱吗 只有有钱的单身 才是单身贵族吗 嗯 我们进 啊 怎么了 你戴了 你姐姐送给你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项链 笑脸 对 彩虹笑脸 好吧 你给她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彩虹笑脸 对 因为她 这个小珠子是五颜六色的 就像彩虹 然后她是 中间是一个笑脸 我必须要拿出我的褲子了 蛤 你的褲子 哈哈哈 这是我的笑脸吧 蛤 这个是笑脸 你要笑脸 一定要笑脸吗 我没有笑脸 我只有兔子 你有兔子 我以为你要比笑脸的 啊 兔子 兔子的笑脸 嗯 嗯 我这个是笑脸的项链 笑脸的项链 嗯 Happy 所以我们的第一期播客 变成了卖项链的直播 还不快进入主题 开始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 项链 不是 不是项链 不是项链 也不是耳环 啊 我有耳环 哇 你看我的耳环很好看 所以我们聊的主题是耳环吗 我们俩的主题 不是项链 也不是耳环 也不是戒指 是 中国女生喜欢什么样子的男生 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嗯 高富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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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高富帅 就是 又高 很高 然后又很富 又钱 很富 又帅 嗯 长得很好看 就是高富帅 嗯 高富帅 我觉得高富帅 高富帅 肯定都喜欢 肯定都喜欢 你觉得有没有外国人会起中文名字叫高富帅 可以 这个名字不错 要好姓高啊 我们有姓高的呀 是不是 高这个姓 高 高富帅 高富帅 下次如果有学生让我们帮忙起中国名字的话 中文名字 就可以叫高富帅 大家都喜欢你 哇 所以如果 不要听他俩的 你要起这个名字的话 会被笑话死 哈哈哈 那不是你起的吗 不是我说有没有人会起 结果你说你们要让学生起名叫高富帅 你真的是 我觉得很特别呀 很好玩 嗯 如果你在看这个视频 但是你还没有一个中文名字 给自己起一个中文名字 你可以想一下高富帅 但是呢 但是现在我觉得 大家说高富帅已经有点那什么了 对不对 演艺 演艺吗 就是你说喜欢高富帅 就好像这个人很 肤浅是吗 对 就是只看到很表面的东西 看不到他 心里的 精神上的东西 心里的内在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很高很富很有钱很帅 谁不喜欢对不对 但是如果只看这个就 有点肤浅 嗯 什么叫肤浅 哎好问题 什么是肤浅 嗯 肤浅老师 肤浅就是我刚说的 只看很表面的东西 比如说我看他的 嗯 长相他帅不帅 他有没有钱 付不付 他高不高 高还是矮 两米还是一米五 但是这个人也许是坏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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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看他 不应该只看这些肤浅的东西 你应该看他 得智体美劳 这个是 品德 是不是一个好人 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 嗯 对 智就是有没有智慧聪不聪明 对 嗯 体呢 体就是他的 健康的体魄 嗯 健康的体魄 身体好不好 有没有美 长得帅不帅 美是就是 他欣赏艺术 嗯 对 是不是他能发现美 嗯 对对对 或者是他能不能制造美 嗯 自己有没有美 对 体美 劳呢 劳是不是他 愿不愿盖家务 对 不勤劳 对 勤劳 要不愿意干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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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只躺在床上睡觉 吃饭 嗯 然后不愿意干家务 嗯 不愿意干家务 这样 拜拜 五好青年 啊 五好青年 得智体美劳 都好 对女生也适用 嗯 我们也是 不适用 我就是一个德智体美劳 嗯 都很好的 五美的小夫婦 我也是 我们是 德智体美劳 五美的 全面发展的 Wonder Girls 神奇女孩 很长 不神奇 挺普通的 没有 我们就是神奇的 我们就是 一无二 嗯 对 世界上只有一个小兔 只有一个肉肉 只有一个小妇婆 Amber 嗯 那Amber 你还喜欢什么样子的 男生 就除了这些 嗯 德智体美劳 比较 常规 比较 普通 比较基本的 这个品质 还有什么 特点的 男生 会比较 你会比较喜欢 我觉得我喜欢他 嗯 喜欢他是很自信的 自信 就是他相信自己啊 我很爱他自己 觉得自己很好 我觉得 为什么喜欢自信呢 因为 如果他自己自信了 他看到别人的时候 他才能看到别人很好的地方 嗯 如果他自己不喜欢自己 他觉得哪不好 所以他看到别人 就说啊 你这个人 看到别人的也是不好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 如果他很自信 他也可以经常 夸我 说啊 Amber 哇 你今天穿的衣服很好看 你很努力工作 嗯 然后呢 所以他也能看到 我很好的地方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就能更喜欢我自己 所以我觉得啊 如果这个人 他让我更爱我自己 更喜欢我自己 嗯 我就 会更喜欢他 就是很 所有的都很好 嗯 但是 一定要他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他才能做到 经常说你很好啊 经常夸你啊 对 对 内心阳光的 嗯 对 啊 所以小兔也喜欢 内心阳光的 非常 嗯 那必须的 看来我们都不是肤浅的人 对不对 嗯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他长得帅不帅 这个不重要 我觉得不重要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 喜欢 喜欢一个 不是大学 是高中的时候 喜欢一个人 他呢就是 如果你们一看 就是长得非常非常不帅的那种 但是 他人很好 给他发了好人卡 嗯 给他发了好人卡 好人卡是什么 解释一下 好人卡 就是 你可能是得志提美劳全面发展的好青年 但是 我不喜欢你 我就会说 你是个好人 哦 对 这种如果一个男生很喜欢一个女生 但是这个女生不喜欢他 就说啊 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但是我不喜欢你 但是我叫好人卡 这个是我喜欢他 我喜欢他 嗯 所以你喜欢他 嗯 你喜欢他什么 喜欢他自信 阳光 对对对对 喜欢他自信 阳光 他性格很好 性格 嗯 性格就是好 性格很好 嗯 而不是因为他长得帅 他长得也不帅 所以证明了 我不是一个看脸的人 我不是一个肤浅的人 嗯 对 怎么办 这要说我我是一个肤浅的人 所以你要一会要证明一下 你是不是肤浅的人 我们还不知道 一会听一下 我证明完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我是个肤浅的人 哈哈哈 所以 所以你喜欢过谁 喜欢过一个 只有颜值 只是很帅的 嗯 哎 我其实吧 这个这个 我要说了我的偶像 你就知道我其实也没那么肤浅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们他长得不帅 也没有钱 怨天 嗯 怨天 啊 很有才华 很有才华 对啊 对 就除了阿信讲的帅 其他都不帅 哈哈哈 啊 这个就能证明你不是肤浅的人 你是喜欢他们的才华 但是我五个都爱 嗯 哇 渣女 就是喜欢很多人 嗯 渣女 渣男 渣女 渣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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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叫渣爱 渣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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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就会让你很开心啊 对 那我觉得你们两个 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挺幽默的 所以跟你们在一起我就很开心啊 神圆 我喜欢嘴甜的人 哈哈 像我这样的是吗 啊我嘴不要太甜喔 所以小兔是幽默又甜又嘴甜 其实我还是个手控 手控 喜欢手长得好看的人 对就是特别修长 然后指甲也是那种长指甲 这么是留的长指甲 是他的指甲本身就长的 肤浅 现在证明你肤浅了 就是有一些男明星手特别好看 比如说胡歌啊 比如说王凯啊 最近发现那个诚意的那个手也好好看 哦还有那个陈兴旭手都好好看 真的我真的是个手控 阿信的手非常好看 所以你看男生我不看脸 不看脸我就看手 看你这个手好看吗 不是先看脸再看手 所以你是脸控加手控 可能这个男生比较就像你说的那个性格很好 然后内心很阳光 手再加上很好看 可能我会稀微的忽略他的外表 我知道你为什么单身了 要求太高 要求太高太肤浅 什么的又看脸又看手 但是也有可能你如果你有一天看到一个人 他也没有手也不好看脸也不好看 但是可能你就很喜欢他 也有可能 哦不不不不不不 最近没有遇到 但是也可能你以后会遇到呢 不要 所以你喜欢的就是真实生活里的 不是明星啊 就真实生活里的男生 你喜欢过的是大概什么样子的 他长得帅的 哇真的啊 他幽默的 所以你真的觉得脸很重要 长得帅很重要 还挺重要的 确实也挺重要的 就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 嗯 你就看到他就很开心是吗 看脸啊 对啊你要对着 一张好看的脸 可对着一张 嗯 嗯 好 嗯 我预言你这个继续单身 得得得得得得多少年 省略好 嗯 铺鸦嘴 乌鸦嘴 就是说不好的话 嗯 而且这个话可能会在未来 在以后实现变成真的 嗯 啊那你不是乌鸦嘴 因为他说的不对 对 你说的不对 不能 你肯定可以找到 很快就找到一个又帅 手又好看 然后又很有才华的人 现在比起来我更喜欢Amber 我的嘴更甜 是不是 嗯嗯嗯 我走了 你们录吧 哈哈哈哈 什么样的男生 啊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我喜欢啊 其实就是有一些 跟你们刚刚讲的一样 就是他的性格很好 比如说他很阳光 很幽默 因为跟他在一起你就会很开心 嗯 嗯 然后会有一点才华的会比较吸引我 嗯 就是比如说他唱歌唱得特别好呀 或者打篮球打得特别好 或者跳舞跳得很好 嗯 或者画画 会画画 就是有一项才艺才能 嗯嗯 就会比较吸引我 那我特别好奇你之前的那 什么什么 有大鞋 有多少个男朋友 你知道什么小兔说出来 嗯 十个手指头可以数过来吗 他数不过来 哇 不要造谣 不要乱说 还有吗 还有吗 还有就是他比较有担当 嗯 有担当就是说 嗯 如果遇到什么困难 呃他会站在前面 他会去处理这个事情 而不是躲起来 或者逃避 啊 让你去处理 觉得这个对一个男生来说非常重要 对男生非常非常重要 对对 是的 这个也是比较基本的一个品质吧 对 嗯 然后就是还有 嗯 有比较 勇敢 就勇敢跟有担当也会有关系 就他这个人如果是比较勇敢 愿意去尝试 然后遇到困难也不怕的话 其实他也是会有担当的 对我觉得勇敢很重要 我们谁都要勇敢一点 不然你们啊害怕这个害怕那个 生活有什么意思对不对 是 我们也是勇敢的 对 我们都是很有 哦 所以勇敢 所以如果你们遇到一个你喜欢的男生 但是呢 你们会主动吗 主动告诉他 或者是主动约他去看电影 或者是 啊 小兔你不会 你这么开忙 他不会 所以他单身 为什么不会 兔子 不是我 可能会约但不会表白 然后呢 就变成了哥们 约也算 约就是你主动的去给他暗示 他说啊 是不是 他在暗示我 他喜欢我 没有暗示 可能小兔觉得我已经给到暗示了 我请你看电影 我约你吃饭 就是暗示 但是男生可能get不到 男生感觉不到 你这是表白 你是喜欢我 我只觉得 你把我当哥们 当兄弟 然后我跟你一起出去了 是吗 你做了什么 让他们觉得你是他的兄弟 不是 你不是他的未来的女朋友 可能我太过勇敢和有担当了 这道事情我冲在最前面 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呀 很好的性格呀 可能男生喜欢 哎呀怎么变成了男生喜欢什么样的女生了 这个主题换过来 这个我们可以下一期讨论 男生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下一期的主题已经有了 期待呀 但是只是说我们眼中的男生吧 应该找个男生来说呀 不然我们都是猜的 对 可以考虑邀请一个男生 所以刚刚你会主动吗 我好像不太会主动 我谈的男朋友没有一个是我主动的 但是如果是真的喜欢的人的话 我会主动 但是可能是别人走了一步 就是对方这个男生走了一步 然后我会走九十九步 九十八步 就走到第九十九步 但是最后一步 我希望对方来走 那我觉得这已经是很好啊 很主动了 我觉得如果你走了九十八步 他都 他只走一步 他还是不走出那一步的话 证明他不喜欢你嘛 那你也没有必要走那一步了 是 那已经很好呀 很肯定 所以你们都很勇敢呀 但是我不会 就是比如说遇到一个陌生人 就是第一次见面的人 然后我看他很帅 或者哪里很吸引我 我喜欢他 然后我去主动的搭讪 搭讪就是 我去跟他说话 我觉得跟他要电话号码 要微信 这个我不会 还是不够勇敢 有时候很想 但是不好意思 我觉得我也是 我就觉得我知道 我应该勇敢 我应该主动 就比如说你喜欢这个人 你第一次见到他 可能以后你都见不到了 你应该去找他 要个电话号码 或者要微信 但是就是不好意思 我觉得你 我想这个 我觉得这可能 真的是中国女生 可能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 就可能国外女生会 更开放 更对外一点 更开放一点 他们可能觉得 女生的感情是一样的 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小的时候 那个环境有关 可能我们想想 我们爸妈呀 或者是教育就告诉我们 女生你要 不要太主动 你要等着别人 来追你 等着别人 矜持 对 矜持 但是我们从小受到的 中国的教育 就是女生要矜持 中国传统文化的 传统美德 女子 要低调 虽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要更开放 更勇敢 但是还是比较难做到 但是我觉得有这个想法已经很好了 我们就可以慢慢一点一点的 因为你不可能一下子从 什么都不管 就突然一下子 啊你的 可以给我你的微信吗 你的微信吗 不可能 你一下子就变成了特别特别的勇敢 或者是什么都能做到 嗯 我们可以挑战一下 嗯 去划算一个陌生人 怎么样敢接受挑战吗 哎呀很有意思 好吧 好吧 或者不一定是去陌生人 或者是你如果你现在有一个喜欢的 或者是有一点点那个可以 可以发展机体的 你就主动的 主动的去找他聊天 或者主动的去 发送发送这个暗号 这个信号 嗯 嗯 可以 你有吗 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 那个 所以这点好难 没有是什么 嗯 那你就去找陌生人吧 那没办法 所以下周六 下周 我们下次录是什么时候 下周六吗 是什么时候 下下周吧 下周 下周是中秋节嘛 啊 那就下下周 中秋节可以去实践一下 对 然后下下周录的时候要交作业 OK 要说的详细一点 详细一点 比如说我给他发了什么信息 我觉得这个八卦的感觉好好啊 八卦 但是你必须要完成这个挑战 挑战 挑战是什么 是 挑战就是 挑战不可能 就是我 我可能 嗯 只能跑三百米 但是我要挑战一下 我要跑五百米 嗯 这个解释很好 挑战 对 就是挑战一下 比现在更难一点点的事情 那你们有什么 因为我记得 安波跟我说过 之前你在 在某一个app上面 然后跟人聊天嘛 而不是你 你自我介绍会说 呃 我就是有三点 不能接受的 嗯 男生的这个特点 嗯 所以你们有什么 是不能接受的 不能接受 就是觉得 还不可以的 我写的 第一个就是脾气不好 脾气不好 就是很容易生气 因为一点点小的事情 就很容易生气 我觉得这个 我们大家的都时间 时间很宝贵 对不对 时间就是尽情 如果你把精力 发在这个生气的上面 我觉得 嗯 很浪费时间 你还不如好好努力 努力工作呀 去玩一下 所以说脾气不好 我觉得不能接受 还有第二个是 如果他不 如果他不上劲 上劲就是 我可以变得更好 我可以 比昨天 比今天 对 今天比昨天更好 如果他不上劲 不努力 我觉得我不可以 还有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是脾气不好 一个是不上劲 一个是不自信 这三个是我接受不了 嗯 大空呢 你先说吧 我再想想 你满脑子都是高富帅 满脑子 哈哈哈哈 所以他一个 他三个不能接受 不高 不富 不帅 哈哈哈哈 像安博刚刚说的 就是脾气不好 但我觉得这个 脾气不好的话 以前我的 我觉得脾气不好的意思是 他非常容易生气 然后他甚至会打人 会骂人 嗯 这可不可以 对 但是我现在觉得脾气不好 也包括了他非常情绪化 什么叫非常情绪化 是什么 就是他一会儿很开心 一会儿又不高兴 嗯 然后他会把这个情绪 不好的情绪 就是不开心的情绪 传递给你 嗯 他会跟你说 嗯 对 今天怎么怎么了 我很生气 怎么样 然后我是 很容易被这个情绪影响的 嗯 所以 嗯 我觉得 就是如果一个人非常情绪化 他不能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嗯 那这个人其实 不是很成熟吧 嗯 就像小孩子 不成熟 不成熟 很幼稚 嗯 像小孩 不像一个大人 不像成年人 第二个不能接受的点 因为以前没有想过 以前没有认真想过 我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只是说我想我喜欢什么样的 而没有说说我不能接受什么 对 你知道当时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写这三个不能 不能接受的呢 因为我是听了播客 播客 比如spotify啊 播客 听了播客以后呢 然后有一个人他说 如果你想找一个很完美的 比如说又高又富又帅 然后呢又自信 又什么什么什么的 这是很难的 比如说其实你有一个点 比如说他不高 就有一半的人 是不高的了 如果说他不帅 只有一半的人是不帅的 所以最后剩下很少很少的人 你就很难去找到 但是有可能 所以但是如果你找三个不能接受的 可能你有很多很多人 你可以去尝试 可以去了解 然后你发现 即使这个人他可能不是很帅 但是他其他的方面我很喜欢 所以你们也可能会在一起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好一点 我觉得对小兔来说 不高的不帅的不是一半 是可能百分之九十九 就是一百个人里面九十九个人 都是不帅的 只有一个人是帅的 所以如果如果我们有很多很多条件 你要什么样 所以可以给自己更多的机会 机会 我想到第二个不能接受的是 满嘴跑火车 满嘴跑火车 对不是真的火车在嘴里跑 就是解释一下 就是爱吹牛 比如说什么叫吹牛 比如说他明明很穷 但是说自己很有钱 他明明只能喝一杯啤酒 就醉了就倒了 但是他说他能喝一箱啤酒 就是爱吹牛 满嘴跑火车 满嘴跑火车 火车怎么可能在嘴里跑呢 所以他就是胡说乱说 吹牛 那我想到一个点是不诚实 动不动说谎 其实也是的 其实有很多不好的 就是看你哪一个不能接受 最最最不能接受 那这个不诚实 那这个不诚实我觉得还是不行吧 嗯 是 就是跟你说话总是保留 他不全部告诉你 对 就是你不知道他说的话 哪一句是真的 哪一句是假的 你跟他在一起干嘛呀 至少让我是能够了解你的 但是如果满嘴都是谎话的话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到底哪个是真的 对吧 哪个是真的你 嗯 所以小兔想到一点了啊 不能 呃 不诚实 沾柔的第二点 第一点是 呃脾气 不能不好 脾气 跟你一样 情绪 嗯 第二点就是不能满嘴跑火车 不能总是吹牛 怎么样怎么样 第三点呢 第三点 嗯 应该是 不能没有担当 就是很 胆小 嗯 我喜欢 对 我前面说我喜欢有担当的男生 但是 这个人如果 很胆小 那我应该 这个我也是不能接受的 嗯 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所谓的范围的问题啊 就比如说我们说 我们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然后这个是一个范围 然后如果说 我们 不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这个不喜欢的标准和喜欢的标准恰好是相反的嘛 这样 就是感觉是 呃 这个我也说不上来这是什么什么概念 就是反正非此即彼的这种感觉 然后呢 结果我们不喜欢的标准是 第三点 然后感觉又否定了一批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就这样了 是不是这个范围是更扩大了是吧应该叫 就不就不能接受的范围是不是就扩大了 我没听懂 范围是 可以这么说就是他定义他喜欢的男生是呃 比如说高富帅 但是他不能接受的男生不是不高不富不帅 而是不聪明 嗯 不善不善良 就是人不好 嗯 脾气差 嗯 那他前面喜欢的高富帅可能是呃 已经去掉一半 但是他在剩下的这个一半里面又去掉了一半 去掉了一半呃 脾气不好的 又给了标准嘛 本来比如说总共有一百个人 我说不高不富不帅 就是高富帅 然后可能不高不富不帅的是是50个人 那其实我的选择范围是另外50人嘛 结果我又给了三个标准 是不是又排除了一题 但是比如说你比如说你有三个标准高富帅 这个是你喜欢的 然后你有三个标准是你不喜欢的 但是如果你有这三个不喜欢的标准 你这三个标准就不可以了 就没有了 就是如果只要他没有这三个你不喜欢的 你都可以去尝试 都可以去尝试 对 所以不是说你三个加上三个 而是你有了这三个 你那三个就不是一定一定要很高的 一定很帅的 这样的 原来那个只是 范围越来越小了不用选了 不是 那不是 那就一直单身了 对 你喜欢的那个只是你喜欢的特质 它并不是一个标准 并不是一个标准 对 不是必要条件 对 因为你看你如果你跟很多朋友聊天 他们都会发 都会说 他现在的男朋友或者老公 不是他之前说 你一定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的 可能跟他以前喜欢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还想到了一点 嗯 是不能没有礼貌 就是满嘴脏话的那种 然后对待就是也礼貌 礼貌跟善良能一样不 也不太一样 不一样 嗯 嗯 就是那还有善良吗 但是你说的这些都是很大 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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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那这个礼貌不 也算基本的 嗯 其实你要这么说也是 就是这些基本 但是 这些是基本的 反正 我发现这些都很重要 哈哈 就是这些是 我觉得一般的人都会有 他嗯 嗯 你就是你比较在意的其他的点 对 比较具体的点 比如说 嗯 晚上不刷牙 比如说喜欢抠 抠脚 抠鼻子 那 那那个 就是不爱 不讲卫生的 肯定不喜欢呀 对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不讲卫生 嗯 不讲卫生的 对不对 还有呢 不讲卫生的 不讲卫生 不能欺骗人 不能骗人啊 要诚实 就也很神奇啊 就南方和北方的区别 你是北方人 你也知道啊 就从小到大 就感觉身边的男生 就是 同学啊 都是 就是 把 把脏话 当标点符号式的 嗯 对 像我觉得啊 就是如果 但是说 嗯 但是到了南方好像 就我上了大学之后 好像就身边这种情况 就感觉少 了 就他们好像不 然后而且就是感觉 就是东北的老乡 好像也在南方 是不是也是因为环境问题啊 就也没有特别 说脏话 嗯 他们可能 我觉得是环境 但是 呃可能不是北方跟南方的 这个环境 呃 比如说 嗯 我在跟你相处的过程中 我是工作的环境中 我不会跟你说脏话 但是 这个男生跟他的兄弟 或者一群其他什么男生 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会说脏话 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 百分之九十多 就一百个人里面有九十多个人 都会多多少少说一点脏话 但是只要他呃 不是一直说 只要这个脏话 不是呃 对着某一个人说的 对 就可以 嗯 因为有一些他那个脏话就是 口头禅 就是会 嗯 不管什么 什么时间 就可能 说出来了 嗯 但是他没有 没有恶意 就是不是想 伤害谁 不是想骂谁 这个 嗯 也可以吧 我觉得 很多中国女生 也不喜欢直男 就之前Amber做的那个视频里面 有说到过直男 是吗 直男 直男就是 啊 比如说你给他发信息 你说哇 这里面 这个地铁里的空调很冷 你说 哇 这个地铁里的空调 怎么看这么冷啊 这么冷啊 其实你是想告诉他说啊 你要关心我 说我现在很冷 他说他应该说 你多穿点衣服啊 你是不是很冷啊 但是他说啊 因为现在 说什么 说什么 这个是 是很冷 这是我给Amber 这个是我给Amber 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 嗯 就是我在地铁里 那个空调很强 然后我 我觉得很冷 我就给一个男生发消息 我说 嗯 这个 这个 现在限电这么厉害 限电就是限制用电 啊 我说现在限电这么厉害 怎么 怎么上海的地铁空调还开这么低 然后 我想 我希望的是他来关心我啊 那你冷不冷 嗯 他说的是 嗯 现在 已经 他说现在温度降低了 没有那么热了 然后 也下雨了 所以限电不是那么厉害了 他是在非常客观的跟我说现在的这个情况 对 他想 你跟他说很冷 他所以他想的就是温度 他没有想到你 对 他想到的是我前面说限电 他说现在已经不那么限电了 啊 那我是侄女吗 哈哈 你 举个例子 不是啊 就像你刚才说那个例子 我第一反应 我就会跟你讲道理 哈哈 嗯 Amber 你呢 你会 我觉得直男 但是我理解的直男如果他真的是 如果他真的是get不到你说啊你很冷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问题 嗯 如果他那个直男就是说你女生必须在家里 必须在家里带孩子 必须在家里做饭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直男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 嗯嗯嗯 对如果 因为我觉得男女是平等的 平等的 嗯 不是男生比女生高 或者地位高 女生 女生就应该做一些很简单的工作呀 或者女生不能赚钱呀 我觉得如果他是这样的想法 他有这样的直男的想法 那我就完全不能接受 嗯 哦 我也不能接受那种就是 非此即彼的那种 就是 我 就是对 就是比如说 对社会现象 或者对身边的人 或者对某一个人 或者是的那种 就是 我 我不喜欢你 我就完全否定你 就比如说 嗯 这种 嗯 就比如说我们看那些影视明星 对吧 那其实你也不知道他们到底真实的是什么样子的 嗯 但是 你就认为你认定的 这个角度 你就说他不好 然后把它 就是 否定的一无是处 嗯 就不允许你发表其他观点的这种 我是不喜欢这样的 就不允许有其他声音存在的 嗯嗯 不能够理性的去 呃 客观的去评价这个事情 可能看到一个 可能看到一个人的一个不好的点 就知道这个人所有的都不好 嗯 嗯 非此即彼 你不是你不是一个好人就是一个坏人 嗯 对对对 非黑即白 就是世界上只有黑的和白的 没有规的 嗯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也证明了 如果他是这样的人 也证明了他的 嗯 他的世界很小 就是他的那个 见识很小 因为如果你学习的东西越多 你看到的东西越多 我觉得你的那个包容性 包容性就是啊 这个也没关系 这个也没关系 你的包容性就会越大 嗯 你就觉得啊一个人他有很多很多的方面 嗯 所以不是说他有这个不好 他就所有的都不好 嗯 但是更讨厌的是 这种人他还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 哈哈哈 本字大 嗯 是的 嗯 确实是 就是因为其实他们知道的太少了 对 他觉得他的世界 这个世界就这么大 其实世界很大 对 嗯 所以你看知道越多的人 学习越多的人 他越觉得啊 我还有很多很多不知道的 对 嗯 嗯 所以我们就是属于 嗯 一直在学习的人 哈哈 哈哈哈 给他你点赞 给我们放个点赞 什么 对 点赞 点点点点点点 那个赞 哪有赞 不是 我是说我们 我们我们录好了 然后我们放到YouTube上面 让他们点赞 嗯 职女 职女 对 职女 对 然后就比如说 就就 现在就比如说 那那那 就比如说那个 呃 就是拿拿自己的包包嘛 男生要主动帮我拿包包 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要帮我拿 我拿得动啊 我拿不动的你在帮我拿 哈哈哈 对对对对 有一次我也是 有一次我也是 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啊 男生女生就 男生帮他拿包 才能显得他保护我啊 嗯 但是有一次呢 那个男生说啊 我帮你拿包包 我说不用不用不重 然后他说 他就笑了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 他可能觉得我很直 嗯 那我 对然后 就就对啊 然后或者是人家给你指路啊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 我非要跟我过来 我说我明明知道 一定要走 嗯 我知道我们三个为什么诞生了 因为我们都比较直 就是男生可能想想去保护你 或者表现的自己 嗯很强大 所以他想帮你去拿包 但是我们觉得 这个包又不重 你为什么要帮我拿 但是我觉得 有的时候也可以 不执女 但是我觉得我执女 也不是我们的问题 是她们的问题 对 因为她们的心里就是想的 她们的心里就是想的 女生就是很弱大 我就要保护女生 如果这个女生比我强 或者这个女生很厉害 很独立 那我就 她就觉得自己不厉害了 她就不想找这样的女生了 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很多女生单身 因为很久以前就是 男生比女生的厉害 因为女生只能在家里 她们不让女生去学习 不让女生去工作 所以男生她们已经习惯了 她们一直都是这样的 就是男生比女生厉害 女生就是保护女生 但是现在这些我们的女生就觉得 我不需要你们保护 我们自己也可以很厉害 我们也可以赚钱 我们可以很努力的工作很好 所以我们女生在越来越 越来越成长 越来越进步 但是这些男生 怎么会这样 她们就不习惯了 所以说她们如果看到很厉害的女生 她们就不习惯 就觉得 嗯 我hold不住这个女生 hold不住 所以就是很多优秀的女生 很多很好的女生 单身 比如我们 对 比如我们 对 所以不是我们的问题 是这些男生 他们没有进步 没有成长 嗯 对 有一些啊 不是说所有的男生 然后我想到前面说直男的话 嗯 其实我们说直男是男生跟女生 他的思维方式 就是他思考的方式是肯定会有差异的 嗯 所以哪怕我 虽然我前面举那个例子 就说地铁里冷的那个例子 但是我没有 我没有怪那个男生 我没有觉得他就不行不好 因为就是思维方式 男生跟女生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 但是如果说 嗯 这个人 我们说直男癌 什么直男癌 癌就是癌症嘛 就是 嗯 没救了 对 就是 有钱都治不好了 嗯 是 还变不了 对 这种人的话 就有直男癌的 他就是 哦 不行了 绝对不行了 嗯 那还好我不是直女癌 嗯 对 对 你是分情况的 有的时候很 嗯 很聪明 不是很聪明 有的时候很笨 他就是这个意思 他就是说你有的时候很笨 哦 不是 他其实就是想说我笨 我也听不出来了 我就是 他就是这个意思 嗯 所以有的时候有点小直男或者是直女是很可爱的 是挺可爱的 嗯 哇 咱俩好有默契欸 是不是 对 你说你跟谁有默契 啊 说我 那个他 你说跟我有默契 哈哈 我们同时做了这个动作 对 一起做了这个动作 对 所以就是很默契 对 可以倒回去看啊 看我俩默契的瞬间 让我们来看看默契瞬间吧 好的 还有什么要分享的 我想可以想一下 就是你 我们可以想一下 觉得自己为什么一直在单身 为什么一直没有 为什么没有找到男朋友 然后你怎么可以找到男朋友 或者是你想想不想找男朋友 主要是这个你想不想找男朋友 你们想找男朋友吗 现在 我 我现在已经没那么想了 怪不得你们没有男朋友 我觉得如果你想的话 你去 你去很努力的找 OK 如果你不想去 没有男朋友OK的 你自己开心就很好 嗯 但是我 我没有主 我没有主动去找 我没有想 哎呀我要自己去 通过什么方式去找到一个男朋友 或者去认识更多的男生 我没有做 我比较被动我在等 就是如果 但是你每次都能等到呀 然后 哎 我就特别好奇一个点啊 就是 我俩都还挺喜欢旅行的 啊 然后 他旅行过程中就能认识男生 我旅行过程中就认识不到 好神奇 哇 所以你是怎么认识到男生的 就 我 我会比较开放啊 也不是我开放啊 就是 巧合 就是我 我旅行的时候 我可能 我是看到一个女生是一个人 然后 我就会跟她 去去跟她聊天 跟她说话 然后我们就认识 我们就结伴 就是一起 一起玩 一起旅行 然后过程中 就是 可能又认识了 就又遇到了其他的男生 也是一个人出来玩的 或者两三个男生他们一起玩的 然后我们就说 哎 是不是可以一起 或者 或者就是对方 或者另外一个女生说 哎 要不要一起 就这个我是比较 也不是开放 但是我是比较包容的 我不会 想 哦不行 我不认识你 我不要跟你一起玩 嗯 哦 对 就认识啦 就只是一个 嗯 就你主动的去和她们聊天 主动的想要和她们一起玩 然后呢 还有很 好奇 对不对 我觉得有其 我有一个朋友 她也是一个女生 她就是每一次 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活动 我就是认识不了别人 认识不了别人 然后呢她 她就是很好奇 所以她就 不管是男生和女生 她都会主动的去跟那些人聊天 我觉得是因为她自己很好奇 所以呢慢慢的那些男生就会觉得 啊她是不是喜欢我 或者是她愿意跟我说话 我就跟她说话 也不一定就是说为了男朋友女朋友这样 嗯 但是我觉得我就是 我好奇 就是我是觉得哎呀 我也没有特别想跟你聊天 所以我们就不会遇到很多 可能我跟小护士一样 嗯 嗯 我我也不太会主动去聊天 但是我会比较容易接受 就是如果对方来跟我说的话 或者有朋友引荐的话 我对陌生人的这个包容性还是蛮强的 就是把人分级了一个就是自己很熟悉的朋友 或者家里人 啊还有一个是有点认识的 可能是朋友的朋友 或者 呃 同事 不是特别近不是特别亲的人 然后第三类就是陌生人 呃那我对第一类和第三类会更容易相处 更容易交流 就是更放得开 但是对反而是对第二种 就是我们可能有一点认识 不是但是不是特别熟悉和了解 那这个我就会有点保护自己 不是特别放得开 啊 就会藏着 但是我就是如果我对你没有什么兴趣 或者是我也不是特别想聊天 我就不会聊 但是如果我很喜欢的或者是我就会 嗯 就会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很喜欢的我好像也没有特别主动 嗯 所以这个是我需要进步的就是你要 如果你很喜欢你就要抓住机会 你要主动的去跟他聊天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就是如果是这个女生你很喜欢他 你也要主动的去跟他聊天啊 或者是一起去干什么 这样你们才能越来越了解 对不对 如果你不聊天可能就 你也你也觉得很欣赏他欣赏 就觉得他很好很优秀 然后这个女生也很欣赏你 但是你们后来就没有联系 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也不分男生女生就是 但是就是跟我们个人的性格有关系 嗯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我是可以更进步一点 更主动一点 对 所以我们都要更主动更勇敢一点 对 更勇敢 我很喜欢勇敢这个词 嗯 小兔你会更勇敢吗 你会更主动吗 你想主动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可能小的时候比较主动一点吧 越长大越容易被动 你是觉得你不想 还是说你有的时候不好意思 不是也分状态 有的时候脸皮特别厚 嗯 然后 有的时候就 就不好意思 嗯 我也不知道 都会 都会有不好意思的时候 但是 你去挑战自己 可能觉得啊 我这次主动的去 挑战一下 然后你做到了 可能就越来越有自信 然后慢慢的就 越来越来越来 越来越自信 越来越多 对 其实不难 嗯 加油 加油 安波刚刚前面说的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 嗯 下一期 或者再下一期 有很长的话可以说 嗯 你前面说的什么问题来着 嗯 前面就是说的你 我们觉得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男朋友 但是我觉得已经有道答案了 就是我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很想找男朋友 但是我还没有 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你们不是很想找 所以就 没有男朋友很正常啊 不是很 不是说找男朋友 就是遇到那个男朋友 嗯 所以我觉得 你们也没有什么 但是我觉得我是 就是要分析一下自己有什么 呃 问题 就是前两天我跟那个人聊天 我就 因为我的问题就是我总觉得 呃 就是 如果我是在这里 如果是那个人 那个男生没有我好 我就不喜欢他 但是我喜欢的是 比我比我厉害的人 比我好的人 但是呢 我又觉得啊 他很厉害 我就觉得我自己不够好 所以我觉得啊 等我更好的时候 我才能和 我才能去主动的找他 或者怎么样 怎么样 但是呢那个人告诉我 你不应该这样 如果如果你更好的时候才 他才喜欢你 证明他不是喜欢你这个人 他是喜欢你很厉害 呃 你工作很好 你赚钱很多 呃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就不是很好 嗯 但是如果就是我那天和两个朋友聊天 他们都说 他们和他们男朋友认识的时候 都是他们自己觉得啊 我很不好 我很不自信的时候 但是他们男朋友 就是给他们很多力量 就是啊 你很厉害 你很好 所以说呃 就是这个让他们会觉得啊 我很喜欢这个人 或者是他喜欢的就是我 我自己 不是因为我很厉害 不是因为我很有钱 这样 所以我就嗯 他说的很对 就是不要等你觉得 自己很厉害很厉害了之后 你才能去呃 去主动的去和你那个认识的人 你们才可以在一起 嗯 这个感觉特别像电视剧里的桥段 哈哈哈哈 但是我以前都不知道 我以前觉得啊 等我再厉害 更厉害的时候 我才能和他们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但是现在我觉得不对的 嗯 就是哎 不是 就是这种角度就是 现在是属于女生和男生之间的哈 嗯 就是电视剧里经常桥段不就是 男生认为自己不行 没有能力保护女生 然后明明女生很喜欢她 然后她就一个就退缩 不经常遇到这种桥段吗 然后这种桥段我们看的时候 就恨铁不成钢 对不对 哈哈哈 但是但是反过来 遇到就是换 反过来这个角色 然后我们就觉得哎 这还是挺合理的 哈哈哈 是不是 所以那天那个人也说说你不能这么想 你不能觉得啊 我我没有太好 说实际上那个人他也可能觉得 他说他觉得你很好 他觉得我自己不够好 哦可能是这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男生女生可能都会有这种想法 今天今天就到这吧 我们这感觉怎么变成了三个人的情感节目 对就是我们会 就是聊情感 对就是我们前面几集会都都聊情感 嗯 然后后面的话会有其他的 感觉是自我诊断的一个节目 哈哈哈 我觉得我们这么想 可能别的人他们也会有 跟我们有一样的想法 也会有一样的情况 嗯 所以大家如果想听什么 可以在下面留言 给我们评论 说啊你们可以聊一下什么什么什么吗 告诉我们 嗯 或者你们觉得 嗯 你们觉得 嗯 你们如果你是男生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如果你是女生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或者你不能接受的呃 说一下我们的挑战 对 还有 前面没说完的 就是 我们为什么单身 然后怎么 嗯 你想不想脱离单身 你想不想谈恋爱 然后怎么可以 不再单身 在线征集男朋友吗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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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还有你喜欢 还有你觉得呃 你喜欢的状态是什么 比如说你和你的男朋友 和老公在一起 你希望你们是什么样的状态 嗯 什么样的成果 哇 好多话要聊 今天就结束了 我要去拿我的快递了 啊我的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下期见 拜拜 下期见 拜拜 下期见 再见 一二三